微博上贴出快乐的合照 他们是大陆七七哈尔第34中学的女排队员 不料却在23号训练中遇上体育馆塌陷 从事11名士生 24号一整天 大批的七七哈尔市民来到校门口献花点蜡烛致哀 直到晚上校门口已经变成一片花海 民众要问的是 好好的一座体育馆怎么会突然屋顶塌陷 目前官方说法是事发前的画面可以看到 旁边新建大楼的工人 把大量的珍珠岩建材堆放到体育馆屋顶 吸水之后重量变重加上受力不均才会酿成意外 它的浓重是80到100公斤 然后吸完水之后它就变成了450公斤 吸水之后浓重会增加到原来的3到5倍甚至5倍以上 然而这样的说法并未能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质疑大陆东北的房屋每到冬季都要支撑积雪 所以格外坚固 质疑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害命 一场意外夺走11条年轻的生命 大陆网民持续关注 只希望能够找出真正的原因 避免悲剧重演 TV纯文 谢贤熙 庄志伟 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